大家好,歡迎收聽Lover Channel 我們今天訪問阿Dig的第六輯 今天我們會集中說一下 他怎樣看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他自己年輕時的經歷是怎樣 不如問問阿Dig 對年輕人 你覺得他們怎樣看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 先說他看自己的身份 我覺得他現在的年輕人 是不怕Come out的 因為我認識很多 大家也知道他60歲也好 或者他20歲也好 我做這一行 我是做酒吧大家都應該清楚 我也要坐下去跟他聊天 我覺得現在這代年輕人 他沒有那麼大重包袱 他們很勇敢去跟媽媽和爸爸說 我不喜歡男 我不喜歡女生 我是雞的 他也有很多說不怕給他朋友知道 因為我見到有很多 他上來的 即是一大班年輕的 成員上來的 其實很多都是他自己的同學 或者朋友 但未必是成員 有男生有女生 當然這一件事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人這樣做 都會做得到 但比例是不少 也想問回 其實剛才說 有很多人都很勇敢 在自己父母門前Come out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 或者方法 其實比一些 都十五十六 或者都是在想 究竟Come out好嗎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 移民或潛在的風險 其實他們需要處理 是Come out這件事 我覺得Come out這件事 首先 他Come out前 他應該會跟一些長輩 或者朋友去談談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的故事都不同 所以變成 你說可不可以 我現在說給一些意見 一些小朋友 他應不應該Come out 什麼時候Come out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不同的 那你問我 我有些朋友 他會 有些小朋友 他會跟我說 他的難度是怎樣 他在家裡的小毒 原來家裡 也是很思想 很守舊的 他怕Come out之後 令到他父母很傷心 我不會擔心 然後我就會跟他講 如果是這樣 你也不會跟他講 到你懂得去擔心 你才會跟他Come out 但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父母都差不多知道 那麼 差點我還沒講 我說 如果是這樣 你找一個職位 的時候 就跟他講 還有就是說 反正他也知道了 其實你說不說 所以我會覺得 最好就是 如果有這些疑問的朋友 最好就是跟你的長輩 或者信得過的蓬佩 去談 看看你應該 這個時刻 應該怎樣做 明白 好 其實我們都知道 你接觸不少的年輕人 其實最後 有沒有一些建議 給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無論任何方面都可以 無論任何方面都可以 可能見到一些事情 都覺得 其實他們這樣這樣 可能會好些 之類 其實 我當然 我會接觸很多年輕人 我每一晚都會接觸到 但是 很有趣的就是 我沒有辦法 撩開到 這些年輕人的口 因為 我會覺得 其實 因為我真的不認清 那他們 他們會用 在這裏 憑背 可能大家 我和你聊 他們說到什麼都可以 說到很深入 說到我和哪一個 開過球 他下面有多大 玩了多久 都可以 但是 跟我說的話 可能會小心一點 就未必會說到 那麼深入 你問回我的話 當然 我會覺得 我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教專的 我不可以很深入 說 我和你們聊 你們應該怎樣怎樣 怎樣去看 那段愛情 怎樣怎樣去看 那個關係 因為 我脫離了這個事情很久 那我就想中了 其實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 是不會顧著 自己的身材 的 永遠都是 注意自己的 義勇 或者是 那些 醫著 但是 為什麼不是最基本的 一個做一個 我們不是應該 揚貌與身材 並做的 這個我是問回各位 清明的觀眾 好 明白了 當然 可能是 憑貝之間的 影響力 對於 這個 一隻 年輕人 會比較大 當然 都在這裡說 我們 都會有時候過來 玩塔羅的 大家如果有什麼 不開心 又或者有些 想知道 清楚一點 的話 其實 朋友 看到我們的時候 都可以主動 跟我們去 聊天 好 那我們今天 所說的 就這麼多 好 大家拜拜